主任委員就中央對地方政府以民間團體補助及核銷要求 適切性檢討進行專題報告並被質詢 經經行政院主計總署朱主記長 審計部林審計長 國家發展委員會高副主任委員分配報告後 既有委員黃國昌等17人提出質詢 經經行政院主計總署朱主記長 審計部林審計長及相關人員予以答護 決定 1.報告及審檔完畢 2.委員陳奈數媒手提書面執行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各相關部會以書面檔戶 3.委員執行為期檔戶部分 請各相關部會一週內以書面檔戶 4.委員執行中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疫情的期限內送交各相關委員 通過臨時提案一案保留 宣讀完畢 報告委員會 現在由於出席委員不足法定人數 我們暫時無法確定議事錄 等一下委員進來隨時來確定 請議事人選讀今日的議程 討論四項 1.審查行政院含請審議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2.審查中華民國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有關財政部官務署及首屬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證券企業局保險局部份 先讀完畢 報告委員會 我們今天的處理有三項 第一個就是要處理證券交易條例第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那麼我們會進行審查完畢以後 我們今天才會修會 但是同時我們要審查財政部官務署以及金管會 證券局以及保險局的兩個局的預算 但是我們對預算來講 因為提案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今天不處理 就今天會把它唸完 所以今天的處理程序就是把法案審查完畢 那麼預算刪減案全部讀完 我們今天就休息 禮拜三就進行預算的處理 那這個是禮拜一禮拜三我們的議程 在這裡先跟各位做這樣的一個宣布跟報告 好 那麼現在就先請財政部的許副長 就法案及相關預算案一併報告 請 來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 大家早 那貴委員會今天審查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一修正草案 以本部官務署及所屬106年度預算 請就本次會議主題報告如下 第一個呢 有關證券交易稅第二條之一 修正草案的修法的背景 為了活絡我國債券市場 協助企業融籌資及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 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一規定 自99年1月1日起暫停公司債券及金融債券之證券交易稅 7年 停徵期限至105年少月3日屆滿 考量目前我國債券市場尚處於低利狀態 倘公司債券及金融債券恢復課增證券交易稅 恐影響企業籌資及經濟發展 延續停徵證券交易稅有其必要 為了發展國內債券市場加強我國金融商品多元化 原理暫停徵以債券為主要投資標的之指數 股票型基金收益憑證之證券交易稅 以增進我國債券刺激市場流動性 及提高小額投資人參與債券市場機會 並提供企業繳佳之投資環境 那我們修正的重點呢 一是續暫停公司在金融債券證定交易稅10年 至106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 暫停徵債券ETF之暫停交易稅10年 至106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 並規定其投資標的限於國內外政府公債 普通公司債金融債券債券付條件交易 銀行存款及債券期貨交易之契約 預期的效益呢有兩點 第一點呢 我們續停徵公司在金融債券證券交易稅 有助於活絡債券市場協助企業籌資提升競爭利 第二個為發展債券ETF市場 暫停正該基金收益憑證之證券交易稅 可以促進我國債券市場穩定性及流動性 提高價格的透明度 有助金融主管機關推動金融進口替代的盛冊 第二部分呢是有關106年度財政部官務署及所屬預算的編列情形 那稅入預算部分經貴委員會在本年11月7日審查完訓 稅出部分呢編列新台幣54億9千多萬元 繳105年度預算數減少1億400多萬元 106年度主要編列內容僅分數如下 人員維持費47億7千多萬元 基本行政經費7億100多萬元 包含基增業務1億6千多萬元 系辦理海運空運及郵寄包裹 進出口貨物稅費之金針及代針工作等經費 第二個呢查機業務2億2千多萬元 系辦理進出口船舶飛機及旅客檢查及覆查 進出口貨物檢查船舶飛機及倉庫監視 碼頭及港列巡邏與其他查機活動等經費 第三個呢關稅處理經費1億3千多萬元 系辦理海關各項業務之電腦化作業經費 第四其他基本運作需求1億7千多萬元 系辦理一般經常性公務所需基本行政工作維持經費 官務服務支援整合計畫所需更需經費2千萬元 系辦理官務雲端基礎服務需求整合作業經費 以上報告進行各位委員指教及支持謝謝 好謝謝財政部許部長的報告 我們現在請金管會的李主委報告相關的預算案 如果各位剛才那個條例要補充也可以 歡迎補充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在座行政部門的同仁大家早 今天財政委員會第17次全體委員會 主要要審查這個證券交易稅條例第2條之一的修正條文草案 這一部分呢剛才財政部許部長已經做詳細的說明 我們金管會的立場跟財政部完全一致 所以這部分就容我簡單略過不再敘述我們的意見 跟財政部是完全一樣的 不過這次等一下要請各位委員給我們指教和支持 那第二部分就是我們保險局和政局會的預算 我首先來說明這個保險局 106年度預算編列的情形 在稅入部分編列了8萬3千元 那稅出部分編列1億4千345萬2千元 較105年度的減少了19萬3千元 那詳細請看我們書面報告和這個副表 那證券期貨期的 106年的預算編列情形是這樣 稅入部分編列18萬4千元 較105年增加了1萬6千元 那稅出部分編列3億2千573萬4千元 較105年度的預算 減少了832萬4千元 那詳細也是請各位參考書面報告和副表 那最重要還是要請各位委員給我們指教支持 以上報告完畢 謝謝大家 好 那麼報告完畢 我們現在出席委員有組法定人數 請問各委員對於上次議事錄是否可以確定 好 確定 我們介紹今天與會的委員跟政府官員 就是首先吳秉諾委員我們歡迎 黃國昌委員 還有財政部的許部長 那麼其他相關的長官就請各位自行參與 金管會的李主委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的黃研究委員 黃研究委員 法務部的法制司的主任檢察官 宋主任檢察官 好 好 報告完畢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議程 我們開始新的尋答案管理 冠例我們每位委員八分鐘得延長兩分鐘 那麼上午十點鐘截止登記 各位委員如果有預算等提案 請在十二點以前送到主席台 以便與議事人員會整 那麼首先請登記第一位的黃國昌委員之選請 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部長跟主委 來兩位長官請 我們今天修這個證券交易稅條例 我相信你們會已經一個停徵七年的證交稅 針對公司債的部分會繼續延長想要停徵十年 那主要是考慮到目前工資在 我看它的整個殖利率非常的低 所以你算上千分之一的translation cost 會讓它的流動性變得非常非常的低 我不曉得我這樣子的解讀 部長跟主委是不是都贊成 贊成 應該沒有問題嘛 那現在問題的焦點就是說 這個千分之一的translation cost 相對於我們目前這麼低的公司債的利率 它造成的障礙到底會有多高 那你們今天提出來的書面資料裡面說 停徵了以後債券市場 無論是公司債或金融債的發行余 有顯著的成長 對於企業籌資卻有實益 但是我必須要跟部長還有主委 交換意見的事情是說 對於行政部門 在有關於減免稅增或停徵稅增的時候 所提出來的成本效益的分析 我希望能夠更具體一點 因為你這樣子送到立法院裡面來的書面報告 只有短短的 這樣子一種非常conclusive的remark 具體的數字通通都沒有 那可能跟我們在上個禮拜 才送出委員會的 有關於納稅義務者 納稅權利人保護法的規範意志 也不是相符 那是不是可以請部長跟大家簡單說明一下 按照你們的估計啊 如果附贈的話 對於整個公司在市場 造成具體的數字的impact到底有多大 這個資料現在手上有沒有 我想根據金管會的評估 假定恢復課稅的時候 當然或許證交稅可以課到10億多 另外其他相關的營業稅 所得稅 這個印花稅大概課到84億多 但是呢 假如今天我們呢 繼續停徵的話呢 證交稅當然是零沒有錯 不過呢 有關於營業稅 所得稅 印花稅那部分呢 可以到90.8億 對啊 部長 您說的這些內容齁 我無意要反駁你 但是我剛剛要講的一個最基本的重點是 今天在審這個法案的時候 這些基本的評估跟數字 是不是財政部跟金管會 應該要提交給本委員會 有這一部分我 這個書面報告不應該只有這些 形容詞吧 是 那我想這部分我們 會把這個金管會的稅事實質評估報告 我們送給委員會 謝謝 不是只有送給我啦 不是送給委員會 對啦 我是說這個是一個最基本 我們在審法案的時候 行政部門推出法案 這是一個基本負責任的態度 是 我這樣子要求應該沒有太過分吧 沒有 上一次齁 我們在2013年的時候 針對股價類起貨契約 我們把他的稅從十萬分之四 降到十萬分之二 那那個時候的財政部長 張勝和張部長說 降稅可以提升他的量 不會有稅損 那當然他那個時候啊 這樣子的講法 我看了整個立法院裡面 各個委員的發言 有人贊成 有人完全是 不以為然 大力的抨擊 但是你實際上面齁 看 從2013年 他時針的數額 2669191千元 然後到第二年的時候 又往上什麼 又往上到了28億6千100萬 到了第三年的時候 37億8千300萬元 所以實際上面 張勝和部長那個時候的評估是對的 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們在推像這樣的政策的時候 拿過去可能可以相類比的一些例子 把它拿出來 用很具體的數字 來說服社會大眾 來說服國人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能在討論有關於稅制改革的時候 才能夠在有堅實證據的基礎上 理性的來加以討論 理性的來加以討論 這個是我對於接下來財政部或者是金管會 你們在有關於股票市場上面 到底要不要磕稅 到底要不要降稅 到底要不要停徵 各方面在提出政策的時候 我的期待 那我今天要問另外一個問題 是說 在前一陣子的媒體 你們好像有透過媒體放出消息 說當沖的部分 打算要降稅 就當沖的部分 當沖額不要另外磕 那或者是直接把它調降成 千分之一 那目前這個政策立場 是不是還有繼續在延續 來我們先請金管會 因為主委這個話是你對外面講的 謝謝委員指教 這個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一批同仁到財政部去 跟部長和財政部的同仁一起會面 這個意義我是覺得說 兩個部會 各級的同仁能齊聚一堂 然後非常公開 而且坦誠的交換意見 這個是對以後兩個部會 工作的協調 主委不好意思啊 我無意打斷你的話 我每次問你的話 我就希望你要諒解我們委員時間有限 我在問你的是政策 是不是有在繼續推 你在跟我講的是 你跟財政部兩個兄弟之情 不要這樣子簽啦 這樣簽太遠了 這個政策金管會是不是要繼續推 繼續要推 那財政部好像有不一樣的看法 部長您對於金管會要推的這個政策 您的立場是什麼 基本上我們是這個議題啦 可以好好的審慎評估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因為任何一個減稅措施也好 一定要看看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目前以財政部來講 部長您說要再繼續的審慎評估 就代表是說目前這一件事情啊 財政部還沒有任何特定的立場就對了 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說他這個金管會提出這種政策出來 那我們認為啦 或許應該是對於整個交易量是有幫助的 但是呢 你提到減稅的時候啦 當然我們 以財政部主管機關的立場來看 當然我們要再評估一下 主委 來我繼續請教主委喔 你看喔 我們現在當日衝銷交易總賣出成交金額 佔市場的比重 大概已經到了10%了啦 那按照你們自己的規劃 覺得說當沖的量 你為了要去沖那個量出來 要佔百分之幾 你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有人說喔 當沖啊 除了鼓勵炒短線之外 事實上啊 你還在創造一個假象 什麼假象啊 就是股票市場很活弱的假象 但是事實上什麼 但是事實上都是同一個人 自己買又自己賣 自己買又自己賣 這樣子虛胖的假象的創造有意義嗎 主委 我們覺得這應該我們是可以努力的地方 尤其在目前這個股市這麼低迷的時候 希望有一些做事來激勵我們的投資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啊 我的意思是說 你透過當沖去沖出來的量 有人說 這個是鼓勵炒作短線 有人說這個是虛胖的交易量 只是打腫臉沖胖子啊 那你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自己在證券市場當中 那個投資的標的 它本身的競爭力跟吸引力如何嗎 那你透過用一種降稅的方式來刺激量 我會覺得這個可能都是治標不治本的工作 我下一個問題啊 問得更具體啊 就是你們現在對媒體放的消息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當沖採差額瞌睡 一個是直接降到千分之一 目前的方向是什麼 是這兩個都不排除 還是這兩個你會選擇其中一個 那個要降千分之一是那個 在建公會提的意見 那這一部分要怎麼降 我們跟財政部都有討論 那這個事實上還牽涉到修法 那就有很多行政作業還要繼續做 對 所以你講了半天你完全沒有回答 我的問題主委你聽得出來嗎 這當然要修無法 最後還是要送到這裡來啊 但是你們已經在外面對媒體放消息了 你自己本人也有受訪啊 現在我的意思是說 這兩個方向你是要載差額瞌睡 還是要降到千分之一 還是連經管會到目前為止都沒訂見 這個我們事實上是有共識 但是就目前 你們的共識是什麼 就是應該要調降 對 那是採取一還是採取二 是採取二 那兩個都可以來考量 對啊 我的老天啊 所以你兩個是要兼採嗎 還是你要採一還是要採二 主委我的問題有這麼難理解嗎 主委我的問題有這麼難理解嗎 不是 因為假使說一下子就講到0.1 那這個 那可以不可以1.5後 奧拉 這個都是可以研究的嗎 所以啊 你剛跟我打太極拳打了半天 總而言之就是 調降是方向 但是具體的內容 金管會目前為止 還沒有具體的版本 我這樣說對不對 我們就把三方面的意見 通通送給財政部 來 請一下部長 假設啦 是當充採差額瞌睡 跟降到千分之一 站在財政部的立場 會喜歡哪一個方向 假如兩個一定要選擇其一的話呢 因為才差額瞌睡 因為目前我們證交稅啦 性質啦 是屬於賣出金額來瞌睡 它沒有什麼 金額的概念 金額有點是證所稅那個 減掉成本的概念 部長你說的沒錯 所以你會傾向於 應該是朝向二的方向 如果啦 真的要往這個方向的話 現在我們還沒有完全確定那個是 第二 但是我們會朝那個方向去評估 好 主席已經站起來了 謝謝部長 也謝謝主委 好 謝謝 下一位請 先請財政部 許部長 跟金管會李主委 李主委 五位你好 你好 早 先請許部長 今年到十月為止 我們的賦稅的實真數 金額 金額是不是已經到達一兆八千七百八十四億元 全國是不是 是 對 那如果用這樣的比例換算 是不是到了年底 你有估計會到達多少嗎 大概 至少要超正一千億左右 全國的話 總數啊 大概兩兆兩千五百多億吧 對 至少超過一千億 對 那連續這幾年都超增 這麼一千多億 他真正超增的地方在哪裡 主要 是你的預算的稅入估算偏低嗎 應該也不是 為什麼主要就是我們 第一個是所得稅的部分 因為我們兩稅合一了 減半扣底 這個增加了五百億左右 那另外還有就是 中和所得稅四十增加到四十五了 大概一百億左右 另外還有營業稅 從千分之二 增加到千分之五的部分 這個好幾百億 你講了這幾樣稅收的增收 去年 去年就這樣了 今年也這樣啊 又不是 所以你去年的稅入 財政部的估算是不是過低啊 我就問你這個問題啊 不然的話你每一年都 把它稅入列得比較低 然後每一年來超增 然後來超增一千多億 這樣子的超增 當然十周是有 但是會影響到國家預算的 編列的時候 預算的分配啊 對這個 我們估計啦 總是要 因為 估計啦總要求其正確啦 那跟委員報告 過去十年裡面啊 有四年是短增的 六年是超增的 對那這樣超增這麼多的狀況之下 那超增的數目 我當然上次我有提過 假設今年沒有預算的預用 就是舉借的部分就減少嘛 對 舉借部分減少 或者試股收入啊 我們就不試股了 好 那回到今天跟議題有關喔 那個李主委 今年的IPO的加速 有多少加 現在 股票市場 IPO的加速啊 我們現在股票市場 全部大概有1700加 左右 不是啦 我講今年的IPO IPO 市場櫃 有55加左右 那跟去年比起來呢 好像有增加一點點 我跟你說齁 我以前在立法院的時候最 我印象中沒有記錯 以前一年度有1780加 對 將近200加IPO 今年到了11月底 12月初了 才55加其實少了很多 當然跟去年比起來 因為去年是更離譜齁 所以今年多了 稍微增加了幾加 那上市的市值增加了多少呢 這些加速的市值 我猜 也就是說我們的股票市場的這個 上面的這一些籌碼越來越多 但是成交量卻越來越低 那成交量低的原因 你有沒有分析過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不是因為 現在因為都 利率很低啊 有很多把股票給債券化了 買了基歐股就給他放著 你會拿在那邊 拿到他分配的股利跟股息 也比銀行存款 定期存款獲利要多 那所以好的籌碼被鎖定了 使得成交量降低 這樣的講法有道理嗎 這樣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股票再見的話 大家就把它擺在那邊 所以周轉率就偏低了 所以周轉率偏低沒有關係 籌資市場的目的達不到的原因是 因為你現在IPO上市的加速 這一些股票還有股票市場 起起伏伏的個案太多 使得想要買股票的人他也沒有信心啊 變成好的股票 大家買了就放在 放起來不賣 但是其他的股票卻 相對的罰人問津 是不是有這樣的狀況 假設純粹從數字看 上市的股票的四個市值 有增加到三兆 不過就是剛才委員提出來的 整個這個股票再見化 那就是因為利率很低 大家把它買著就等於做一個保值一樣 我為什麼這樣質詢呢 質詢意思是跟你講說 你今天做這個稅稍微的減免 我是認為跟你股票市場的成交量 連結關係不大 你除非能夠嚴正的執法 你應該要回頭去檢視 看看你證券交易的一些法令 讓這些舞弊的可能性 這一些內建交易的可能性等等的因素 是不是降低 那對於這些上市IPO公司的體質 你們是不是有真正實質地去瞭解 讓股票市場上面要去購買 股票的人不會擔心 隨時會踩到地雷 不然的話照理來講利率這麼低 大家錢不用放在銀行 以前在銀行利率低 是股票市場的利多耶 你記不記得以前只要調降利率 股票市場就哇 啵啵跳啊 三級跳 結果怎麼會這樣子呢 利率越調越低 成交量越來越少 要去找病因 我覺得你們今天拿了這一個題 當然這個是該做 但是這個不是成交量的 周轉率的解藥 這個絕對不是啊 那個委員指教的兩件事 我們會認真的執行 不過就從我們的看法是說 這些稅的停徵啊 對協助企業籌資 是很有幫助的 對佛洛在建市場 也是很有幫助的 我認為有幫助啦 我也認為有幫助 但是我不認為 這個就是你成交量低的解藥 如果達克這筆喔 達不到你希望說 將來那個股票市場能夠恢復 至少不要說榮景啦 能夠恢復到以前的八成 我覺得可能性都不高 好再問一個喔 這個是跟兩個都有關的 因為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你要健全這些企業的體質 但是我們台灣的銀行喔 欠缺投資銀行你知道嗎 以前有現在都沒了 現在都變商業銀行 商業銀行就是看你現金交易的流量 在做它的信用評估 在決定要不要放款 所以要不要考慮台灣投資銀行 像類似過去交通銀行那這樣子的狀況 這樣子的富有投資策略性的這個銀行 的這個要不要考慮啊 尤其這個比較公股銀行 比較有可能有扮演這方面的角色 你們兩個看法怎麼樣 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是可以研究往這方面來發展 是你想想看 如果沒有以前投資性的策略 沒有以前那些長足眼光 給予長期穩定性的資金 現在哪來的台積電啊 確實 所以現在如果全部的銀行 都是只有做商業銀行 我覺得對我們台灣的這個 整個國家的這個製造業也好 整個產業的發展也好 可能有不足之處 部長你覺得呢 公銀行裡面有哪一家銀行 或是哪幾家銀行 適合做這方面的工作 我想是這樣子 當然目前雖然是沒有 不過我們有透過國發基金那邊去投資 專門去投資比較重要性的一些產業 我想這個也可以考慮 那未來當然我們也會評估 這些公股金融事業 當然可能維持商業銀行 不過呢 以投資為重的部分呢 我們將來來評估一下 像現在的趙楓一樣 當年合併的交通銀行 交通銀行是投資銀行啊 當初是 當初是 但是你合併了之後 因為他跟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合併之後 變趙楓銀行之後 趙楓現在沒有做投資銀行這樣的角色呢 那是不是你有沒有部分 不是說全部都是 有沒有一部分要賦予他這樣政策性的功能 這個部分呢 我想我們會來評估一下 因為現在整個金融產業 我想金管會比我更清楚了 基本上是商業銀行為主 不過呢 投資銀行當然很重要 就是將來他投資的比重 要稍微增加一些 現在不是只有在談理論上 部長你知道 如果要往投資銀行的角度來發展的話 對於銀行裡面的受信人員 他的教育養成 以及對企業的了解 跟現在商業銀行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我想 你如果這一方面沒有做人員的整備 光是講說我要做投資銀行 這一句口號是沒有辦法實踐 另外金管的法令的部分 也要鬆綁 因為你投資銀行 本身投資跟一般的商業銀行 比例是不一樣的 對所以如果你要往這個政策 往這個方向走的話 就要及早做準備 那李主委 剛剛這個許部長講到說 那個投資銀行的管理的法令不同 那如果配合這方面來檢討修正 你的看法怎麼樣 需要放寬的話 我們可以來配合放寬 好我覺得加油 我們要健全台灣未來長遠的這個企業發展 對我們充實國家的整個的這個資產 這個產業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希望緊早沿理這個法案 緊早培養人才 這一方面如果再做起來的話 對於那個需要長期穩定性資金的企業來講 才會給予更大的幫助 而不是只有做商業銀行這一部分 好謝謝加油 謝謝 好謝謝我們下一位請曾明中委員 謝謝主席 請主委 請主委 陳給念珈美 Vale 総理 妳好 部長好 主委好 上個禮拜五 你們兩位見面 到底有沒有共識 要健全股市方面 你們兩位到底有沒有共識 主委先说共识到底有没有 有共识 具体的是哪几点 我们提两点都有共识 第一个就是鼓励守得税的问题 这我们谈的时候 我们就充分尊重财政部 他对整个守得税制 当然他牵涉的还有很多 两岁合一的部分 对 两岁合一还有其他 所以这部分有共识 部长 张不贊成 有共识 有 这一部分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当初有委员研究 然后我们预定 五月左右一定会提出草案出来 省委员会让内外资鼓励的扣税 会趋于合理一致 尽量趋于合理一致 对 这个有共识 我也提前会提出秀华讨案 对 好 另外有关证交税 就是当初的部分 有没有共识 大方向要降税有共识 但是要采哪个方式 是金额或者是降增交税 还不一定 但是大方向往下降是有共识 是不是 部长 对 我们这一部分我想要也要寻求 就是说今天因为是一个修法案 所以说因为我们的修法案 一定要到通过行政院中央的草原来 而且要绝大多数的理由 有个共识 才会送出草案 好 所以这个也有共识 只是要采建额 或者要降 有关当中的教育税的税率降到千万之一 还不确定 好 所以这个已经有两个趋势 好 那我们往下看 部长 先请教您 因为以前张部长都很勇于对股市表示意见 昨天礼拜五的收盘是9189 以你的看 以你的专业 财经专业来看 目前的景气 跟上市商业公司的表现情形 因为美国现在创新高 美国已经超过一万九千点 您认为台湾现在9189 9点 您的看法怎么样 是太低 差不多 还是太高 因为这一部分 我毕竟还是要尊重 因为主管机关的是在金管会 不过呢 因为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我们是1.22 明年度的1.66 所以说我们认为 明年股市应该会比今年来好 因为经济成长率比较好 所以您看好明年的股市的情况 应该会比今年要好 好 主委您的看法 你现在9189 您认为是偏低 刚刚好 或者是偏高 我们的股市市场 其实本质上是非常健全的 那假使说 我们这个经济发展的预估 是乐观的话 我想这个结果是乐观的 所以您跟部长一样 明年比今年会更好 应该要更好 好 谢谢 你们两个结论是明年会更好 来往下看 看量的部分 9月份的上市上规加起来 是954亿 10月份是836亿 这上市上规加起来 11月份是921 都不符合院长他的讲法 林权院认为说 要回到1000亿 他1000亿是只有征交所的部分 他也认为说 来请教两位 李主委 这个量有没有偏低 看起来是偏低 好 部长有没有偏低 因为以11月份来讲 我们大概是整个来看 就是说上市上过新贵的话 大概有六天 只有六天超过1000亿而已 所以说当然了 这么多天只有六天超过1000亿 当然是有点少了 没有错 所以院长也认为说 当时挣手税的事件 引花了大户 出走到现在都几乎没有回来 所以两位财经首长都确认 价位量真的偏低 好 我们往下看 本益比台湾是16.5 比其他国家低 比其他国家高 但是比新加坡跟香港算税是高的 但比其他国家相对都低 那其实MSCI 其实已经新兴指数的部分 已经连13计往下降 那其实我们往下看 股市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结构性的问题 一个数字 上市上跪 上市上跪日平均交易量的 少于100张的 主委有到家你知道吗 这里有 513家 上市上跪 上市上跪总共才16004家 那教育量少于1000张的 日平均交易量的高达513家 我不要用说是僵尸骨来形容它 它击不动 好 我们往下看 更严重的是什么 更严重的是10月底市值小于净值的上市会公司 多少家 551家 占多少 占总加速的34% 市值 少于净值的 你看 没有办法反映 这公司的市值 就有高达551家 占总加速的34% 我想请教两位首长 台湾的股市怎么办 交易量 三成几乎是 没有在互动 没有在买卖 另外有三成 超过三成 是市值小于净值的 这么严重的情况 其实面临的股市 其实台湾面临是结构性 非常严重的 你再往下看 那假设一些高价股 交易比较活络的 依照调查 又有八成的公司 不看好股市的前景 而且有两成 不排斥 要把公司卖掉 所以你看 不好的 或者是流动性低的 有三成 另外300块以上的 又不看好股市 所以我就是为什么 我一再强调 要麻烦两位 要提出具体的 说措施的一个办法 很清楚 股市的是经济的厨房 也是经济发展 最重要的动力来源 其实它涉及到三个问题 产业发展的问题 今天经济部没有来 税务负担的问题 第三是交易效率的问题 部长 刚刚你就 就要有关股市的部分 您刚刚两边有一个共识 那我要请教 除了这两个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重要的措施 假设股市不好 到时候不是这个证交税不好 到时候所有股市 在上市上规的公司 大量外移的结果 人跑了 钱跑了 公司跑了 到时候你盈利市的首次的税 中首税 你都扣不到 所以 部长 虽然我很赞成您 刚刚前面早上 刚刚提到 有两项共识 但是我还希望 您在做决策的时候 我要请教您一个问题 你准或不准的过程当中 你的考量点是什么 你说比如说 金管会给你建议 说要降税的时候 你主要的考量点在哪里 你们能跟大家做说明 我想有关于 就是当冲的问题 当然我们 第一个当然要考虑 因为当冲不是 我们台湾独有 很多世界其他国家都有 当然我们也会了解 其他国家对当冲 在租税上 有没有什么优惠 这个我们也会去了解 第二个 也会谈到租税公平 为什么呢 因为 我投资股市 有些是没有当冲的 因为当冲现在 是占10%而已 90%没有当冲了 所以这个要考量 第三个呢 财政收入税座的问题 这个我们也会考量 好 我赞成 你在做决策的时候 要砍量租税公平 要砍量租税的收入 也要考虑整个产业的发展 对 所以我要要求您 以后了 做任何有关资本市场的减税的时候 你要对 台湾交易人 不管是企业户也好 个人户也好 那相关交易的成本 要做比较 因为你涉及到 比如说你在台湾买卖股票 你的成本可能是3% 千分之三 但别的国家可能更低 会没有竞争力 所以我希望财政部要做相关的研究 就相关的股市交易人 他在台湾付出的交易成本 我希望财政部也要做研究 这也没问题 可以 另外跟文报告 另外因为除了交易以外 另外就是鼓励的部分 对 所以说我们考量的方向更广了 不止盈利涉手的税率 生活手的税率 两岁合一 整体做评估 内市外资 这个我们都考量 好 那你要多久时间 半年可以不可以 那鼓励的部分 我们五月就提法案 我希望全部 不是一个鼓励 包括交易税 整整整的交易成本 我想我们会 比这个五月来的早 因为评估以后结果怎么样 因为现在我还在评估阶段 对 所以希望你委外 做所有的 不管是企业户个人户 全部委外在进行交易的 相关成本的比较分析 跟香港 新加坡 韩国 日本 这些还有中国大陆 做比较分析 这也没问题 可以 好 要多久 半年 可以 好 谢谢 另外请教 请教主委 除了降税以外 金管会 你不能一位只有要求降税 除了降税以外 你还没什么其他措施 可以补充说明一下 简单讲就好 你不能只有一直要求 财政部降税 你要农作的 你还是要做 有没有基底措施 我想股市是 总体经济发展的一环 那我们会配合 其他部会的 这个总体经济发展政策 来 由这个金融业来提供 往这样的 做法去支持 那您的金管会的措施呢 有没有 有 哪些 哪些 可不可以讲一下 比如说我们可以提供多元化的ETF商品 还有提升市场流动性 以及持续推广台股 这三个方向我们自己来推动 我希望金管会也一样 再检讨 你希望能够半年内 再拿出怎么样刺激股市 要见钱股市的具体方案 有没有问题 我们会来努力 半年内一起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下一位请赖事保赖委员 谢谢 主席各位先进 我们先请一下金管会的李主委好吗 请主委 赖委员你好 李主委你好 我先针对一个 实际上大家都会碰到的问题 我想在座每一位 不分男女老少 大家都有银行 在来往的账户 信用卡 金融账户的相关资讯 那么现在有部分的银行 要求客户采用 生物识别 例如 声纹 指纹 他说以便查询 就是你跟他讲 讲话以后 他就把你录起来了 以后呢 他就可以辨识 这个就是李瑞昌 什么等等之类的 这一部分 我跟法务部那边确认过 这属于个资 就今天来讲 过去以前来讲 我们打电话 什么之类 他说你的密码 密码随时可以改变 可是你今天身文 没办法改变 一辈子就这个人 指纹 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他这一来的话 就变成 他直接就放在他那里了 就等于来讲的话 他就某种程度 侵犯了个人的隐私 侵犯了个资 这属于个资 明确属于个资 主委 你要不要讲一下 有关于 这个在金融交易的过程当中 那么客户他 因为打电话 因为怎么样 被采用的生物识别资料 你们怎么去处理 我想这是金融科技 发展的一部分 那就基本立场 我们是乐观其成 乐观其成 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 因为他是金融科技 那假使能有新的技术方法 来为金融业发展 你没有回答我问题 我刚才跟你讲 这属于个资 现在营兰是 根本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他就把它留起来了 他下一次就能够double check 这个就是你打来的 可以吗 可以这样子吗 如果这样做是不对的 所以要怎么样 应该要公开 不是公开 让当事人知道 另外 我就请问你 他要不要正式的请当事人 要同意 签字同意 他才可以 不是电话中 一定要 而且不只当事人同意而已 还要经过金管位的核准 还要经过金管位的核准 目前还没有 目前好像没有 目前没有营兰跟你申请 没有 但是目前已经有营兰这样做了 话题就要说 你今天回答很清楚 营兰要透过因为打电话声控声文 来建立个人的资料 是要向你申请说 我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他才可以做对吧 那如果他没有照规定程序来 我们会给他纠正 好 那我们手上会有资料 那么你去注意 你注意 这是 现在是很严重的事情 等一下 我会提 相关的这个决育 那再请你 请你能够来表达意见 所以你的很清楚 就是 第一个他这样做 一定要你同意 第二个 还要当事人正式的书面同意 我这样讲对吧 对 对 第二个 请许部长就一起上来了 这个许部长 许部长 今天前面几个委员 我都很仔细听 这个叫做公司债 金融债 对不对 交易税 要停征 已经停征七年了 对 你现在要停征十年 是 这一个法案十七年 一个制度十七年 不给他做 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想过 干脆不要了 跟委员报告 依照税人基建法第十一条之士规定 我们租税优惠要明定十十年限 这不是租税优惠 就是说 你现在七年再加个十年 假的给你过到 我不知道你十年怎么来的 那为什么不七年 因为我们十年 为什么不七年呢 不是 十年的部分 为什么要十年呢 我们尊重金广会 我们尊重金广会 为什么十年呢 我想各种法案的宽限期 从奖励投资条例开始 几乎都是十年 十年这样去检讨 那十年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期间 正好是一个 经济 一个办法 17年今天如果过 顺利过 看起来应该会过 这个制度要实施吗 17年都停摆了 那不就 对不对 主委啊你要不要表示一点 说那干脆不要了 这个 修法不要了 这个东西 不是更好吗 你的理由不是更充分吗 而且刚才已经有人讲了 对不对 这个已经有人讲了 这个 这里面来讲的话 是不是 以下来讲股市也低迷 这个金融市场也低迷 你要刺激量 那刚才也有委员讲了 也张胜和部长讲了 事后证明真的是 税率降下来刺激量 那干脆就不要了 这个 现在是不要哦 你这是等于17年不要啊 那17年不要 下一次再加个10年 27年不要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这个这个 心脏没有那么好的话 不知道能够 能不能撑过27年 那个7年是到今年年底就结束了 那所以这个10年要从明年1月1号算起 对啊算了对啊我知道啊 从10年从现在算 那干脆那干脆 那干脆一言一言20年算了 那基本上 可以不够20年 这一部分我们应该尊重 一个税制的安定 那虽然现在是疫情是希望 再减免10年 减免是全眠哦 不是降税哦 是全眠哦 对对 全眠哦 但是就是 全眠哦 未来的10年的经济景气 就是很早就提升回来 那我们也可以在到时候再来检讨 这个哦 部长啊 你们刚刚讲了半天哦 你这个 就是说 你对于 对于比如说 证券交易的部分 只有当充你就这么谨慎 然后对于公司债 就这么大方 一次是零哦 对不对 然后你那个当充的 你们两个讨论哪半天 还一直搞不定 是不是 然后对于公司在债券的 这个 这一些的交易税 哇 很大方耶 不要争 一个都不要争 然后那个 这个 我们就听不懂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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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的逻辑思考 mindset 是一样的说 如果你这个逻辑可以通 事实上是通 按照张胜尔部长过去讲的话 那个现在是通 如果通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用在其他所有的金融商品 而是只用在这个公司债 只用在债券 而不用在证券 的当充 我们就当充 我想很大不一样 股市的殖利率 现在百分之四点多 债券 公司在金融债率的殖利率 百分之一点多而已 那未来 因为利率的情况 明年后年大后年 是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不晓得 所以说这方面 当然我们随时要注意 整个景气的情况 这个越紧张的国家 那个公债 公债的利率很高哦 对不对 公债利率很高哦 否则没有人会去买哦 这个道理 所以这里面都是变的 没有 我是讲 你未来十年都不知道 你一生都给我们免了 按照你逻辑上 这个部长啊 今天我看没有委员会太多意见 对你这个实内 可是这里面 你的利润基础 经不起人家的拷问啊 真的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来 那就回到我另外一想问的 你刚刚所提到 你们两个已经达成共识了 对于当冲要降税 对吧 往降税的方向走嘛 是不是 这个对吧 我没有听错 我刚刚仔细听每个委员 对吧 徐部长 这一部分 请你明确讲 我想 基本上朝那个方向 但是呢 但是我们要考量 因为当冲的部分 是 其他国家 不是只有我们台湾有而已吗 其他国家对当冲 有没有租税优惠 有没有 有没有考量 有没有 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收集到 第二个呢 我们要考虑到最租税公平 因为现在当冲10%而已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投资股市的 90%是没有当冲的 第三点 我们税收的考量 我们也会考量 现在是考虑量比税收重要啊 没没没 主委你讲一下 主委 你讲一下 怎么刚才你们刚不是两个很有共识啊 奇怪 你们两个回答曾委员就说都有共识 回答赖委员都没有共识 这很奇怪 大小园查责 有共识嘛 怎么查这么多 当然 金管会 那没有共识啦 现在 当然金管会会提出这个建议 主要还是考虑到 我们现在量真的太低 是不是 那希望有一个措施 来让这个量充高起来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比较凶 所以两个都有共识 我比较好就没有共识 很奇怪 没有啦 是不是 没有共识 对啊 你刚才说已经有共识了 有啊 而且刚才我讲的 你也明确的回答曾委员 你是网 不要用Net来算 你是网 降税率 直接降税率 来讲 因为评估的部分 我们有这三年要考量 是啊 你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 媒体都写下来 到我这里来又改变了 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掐哪一段 对不对 我鼓励我们这个帅哥美女们 你就把他掐前面那一段 没关系 不要掐我这一段 掐他那一段 因为他已经决定要降 这是才明确嘛 那里有这样子的 我具体建议 你们真的要降 当中的税率 它是属于避险 你干脆比照 期货交易 你都不要变零 就不会人家讲话 千分之一还不够 因为你知道要刺激量 对不对 要刺激量 你现在在刺激量 有没有花意 刺激量 对不对 那用同样的方式 一次来个七年 那不就好了 请问那个许部长 现在期货交易税率多少 期货交易 万分之二 万分之二嘛 是不是 两个完全不一样 原来从不一样 概念是一样的 期货交易跟股市的交易 这些技能都叫做避险嘛 难道不是避险吗 因为现在 请问是不是避险概念 我们股市的 股市目前是千分之三 所以万分之二本来是两个差很多 这个东西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按你的公司债金融债券 对不起你是零 你是零 不要忘了你是零 所以你这里面给人家感觉 同样的同样的 我问许部长 你现在内外资要调成一致 是外资把它加税呢 还是内资减税 对我们现在目前啊 我们还在评估之中 因为明年五月会提出来 但是未来的方向 你说要尽量调 你刚才也是一样啊 你回答真文就这样讲 要尽量一次 尽量一次并不代表完全一样啊 那尽量一次到时候 尽量一次就会调整嘛 那一次很简单就有两个嘛 因为现在两个差很多嘛 对不对 那就把外资加税 你不敢嘛 绝对不敢嘛 因为外资跑得跑光光嘛 那就是内资减税嘛 对嘛就很清楚嘛 因为目前 对不对 往这个方向嘛 没错嘛 对不对 我这样讲没什么错啊 请问我这样讲没错 我想我们五月啦会正式提出草案出来 就是有关于 盈利税所税率 众合所税率 两岁合一 奇怪耶 刚才回答又不是这样子了 刚才回答又不是了 怎么 不明确 对我 对我来讲不明确 怎么这样子呢 我有回答五月要提出草案出来啦 你刚才很明确的回答啊 这两大项目跟李主委都有共识 所以我就double check 因为我觉得 你的内心深处好像不太敢讲这个话 怎么刚才这么大胆讲这个话 我在double check 寡人必要抓到了 通通不是 通通否决啦 没有没有没有 现在他们不傻傻 我们不傻傻 因为有个修法案啦 一定要很审慎 因为这个 第一个啦 刚才你不是这样讲 我再讲一遍 那一支外一支 你刚刚说要把它调为一次 外支不可能减税 尽量一次 我没有讲一次 尽量一次嘛 那外支不可能加税嘛 所以只好内支减税 这个方向 第一个是你是明确的 第二个你是明确的是 有关于 有关于当通的这一部分 往减税的方向走 这是一致的 这是你刚才所讲的 我就是double check 我没有讲错吧 徐部长 大方向没有错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因为一个修法案的话 一定要评估很多项的 当然你可以推给说修法案 最后是我们立法案决定 当然也可以啦 但是不可以这么说 部长 今天很重要 今天大家想要知道你的政策走向 其实我们的右边 李主委啊 就拼命点头了 说最好都你答应就好了 确定就好了 他比较好做事啊 对不对 好了 我也不耽误其他时间了 这个两位 两位主管 特别徐部长 讲话不能这样子 颠三倒四 不可以 不可以 好谢谢 下位请一万如委员 主席好 因为实践关系 可能请徐部长 跟李主委一起 好请李主委跟部长 一位你好 部长好 一位你好 就是我们其实520一上台之后 处理了非常多的 就是烫手三玉啊 还有弊案啊这些 让两位都非常辛苦 那尤其是部长 特别的辛苦 那就是上个礼拜五 我看到这个李主委 特别去找了部长 拜会 想要来救台湾的股市 我觉得两位在一起 一起来讨论这件事 真的有时间来开始想 台湾的这个财政金融的大事 是非常的重要 那之前李主委有提到说 金管会是台股的家属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股市已经病入膏肓 都送入加护病房了 然后请这个徐部长 这位大夫来把卖 不知道说徐部长 你觉得现在的病情如何 有没有可能走出加护病房 跟委员报告 其实目前呢 以加权组织是九千一百多点 大概也还好 当然不是大家所理想的那样子 另外成交量的部分 大概上个月 大概也有九百多亿 其中有六天是超过一千亿以上 所以说这一部分 当然我们量的部分 当然我们财政某人重视 因为牵扯到证券交易税 那不过呢 就是说以税的来看 当然了 我们是租管机关 但非租税的部分 当然这一部分完全 我们要尊重这个金管会的权责 谢谢 是 那事实上就说 这个李主委有提出来 一个是这个当冲的这个交易 当冲的证交税 能够减免 另外一个就是鼓励所得的 这个课税的部分 那但是就说 这个报导看起来 两个不太同调 一个说有共识 一个说再演绎 我是觉得两位 代表说我们这个新政府的 这个财经的这个首脑高官 你们两个方向一致 对于说大家这个市场 或者说我们委员在问证 也比较好知道 该怎么样来协助 所以我想再问一下部长 这个李主委提出的这两个药方 作为一个大夫 你觉得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这个解决股市的问题 好我想鼓励的部分 我想这一步 我们在已经委外研究 然后我们五月 确定会提出一个草案出来 那这个草案 当然一定要透过行政院 送到立法院来 那中间的过程之中 除了各界意见以外 当然我们也会询问 关于这个鼓励的部分 我其实也觉得很好奇 刚刚我也知道说 我们其实这个部长 一上台之后 很多的事情在忙 但是就说这个鼓励的问题 其实连小英总统都看到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隐忧 内外之不同税 这件事情应该早就看到问题 早就应该要去讨论了 当初做下这个政策的时候 一定也有相关的政策的说帖跟论述 这不是今天才拿出来的 可是部长就说一定要明年五月 是不是有点晚啊 那为什么这么晚 之前为什么没有准备 我想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鼓励的课税是年度的概念 年度的概念 另外呢 当然啊 因为我们鼓励牵涉到两税合一制度的变革 所以说这个是很重大的一个改革 另外也牵涉到综合所的税率跟盈利税率 那没有错啦 但是市场不等人嘛 所以我想问部长 可不可以再提早一点 这一部分我想因为委外研究到四月才提出来 我们五月 中华财政学会能不能配合提早一点 我们新会期就送进来嘛 二月份就送进来嘛 没有啦 因为他期限 研究的期限总是那么长嘛 因为这个 他提出研究不只有我们国家的问题 他还考虑其他世界 尤其两税合一制度是全世界的问题 当然我们他收集很齐全的一心 是 那另外我想问一下 这个主委这边 提出了这个当冲的这个减免 增交税减免 我想问一下这个李主委 我觉得这个政策蛮奇怪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为之前我们一直讲说 台股的本质非常好 但是本益比偏低 我们其实表现非常好 换句话讲我们是鼓励长期持有 长期持有 但是你现在鼓励当冲这件事情 真的能够救台股吗 我们当然这是税的部分 就希望用这个来 希望他能提供这个 流动性 那这样应该对这个量的 我想问一下主委 你有没有做过这个数据的分析 现在目前当冲每天的交易量是多少 差不多10% 10%而已 那你现在如果说今天部长许而你这个当冲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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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交税可以减半或减免好那你觉得这个交易量可以增加多少 我们是希望说来可以不可以冲到30% 这么乐观 那这30%会不会反而变相的在鼓励投机呢 就像这个新航的问题张国正跑出来讲一讲当天爆大量5万多张 那这个主委有没有想过 那个其实 我们当冲 当然是为了要能够避险 然后再来才是投机嘛 避险为先 之后才是投机嘛 那当然股市一定要有投机的机会才会有人 可以理解 可是我们今天假设如果放宽了这个税制 这个投机会不会在避险之间呢 我们看到其他国家当冲这一部分的业务大概也是都是30%到40%左右 30%到40% 所以税制是影响我国当冲最主要的原因吗 当冲交易量不够大的主要原因吗 因为它这个负担还蛮重的 前度之算是比较高的 是 我今天看一下这个报纸 今天这个深港通正式上入 金管会认为对台股的影响不大 之前主委你也讲过 这个香港新加坡都是我们台湾的竞争对手 那这个深港通上入对台湾的影响不大 我想问主委到底有没有做过正确或深入的评估 这个是从以前这个赴港通的经验来看的 那赴港通当时这个每天影响到我们台湾 就资金往那边跑的大概3亿左右 那这个3亿的数字是完全 我们可以控管影响不大的一个部分 好那我再问一下主委 你知道这个深圳的这个股市 跟这个上海的股市有什么差异吗 因为深圳的股市比规模比上海小了一点 那所以我们就应该 不只是规模小包含公司的类型也非常的有差异 上海的股市主要就是国企金融 那在深圳这个股市主要是中小企业 还有新创还有科技 主委有没有觉得深圳的股市跟台湾的股市非常的接近 有点像 有点像嘛 那是不是竞争对手呢 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有我们台湾的优势 是 我们当然不会随便贬低自己 但是我希望说这个深层的研究影响 是不是能够请金管会真的去了解 因为金融周边单位都是你在主管 好 我们自己的证交所 我们自己的贵买中心 在整个东南亚的地位 有没有竞争力 这个东西你应该要去考虑的 我们会跟证交所和贵买中心来一起加油 现在对于我们新政府在推新创 创新 这些中小企业的活络 都跟两位非常有相关 我怎么讲呢 我这边有听到很多事情 举例来讲 来台湾投资 好不容易新创公司吸引了外资 结果可能经济部投审会那边 对于外资的审查非常的严格 所以非常多的公司就纷纷到境外去设立 不只是募资方便 境外募资方便 重点是速度要快 速度快嘛 那再来就说 假设如果今天我们的资本市场 没有活络的交易 那大家会想要去哪里募集资金 一定是说交易活络的地方 对不对 因为所有的创投投资都想要解套嘛 对 那所以说今天深港通开了 那是不是对台湾是有很大的影响 假设我们今天在努力力捧的中小企业 新创产业 通通都在海外 甚至到香港 去找上市柜的机会 那我问财政部部长 你收得到税吗 不只是这个 这个公司的盈利所得税 还有个人的 因为没有就业机会了嘛 所以我才想说 今天为什么要请教两位 就是说真的找个时间好好思考台股本质的问题 好吗 那这个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急了 急迫了 能够尽快的来活络这个交易量 我们不是在讲说资本的交易 而说这个资本市场对于台湾的企业 真的是影响很大 我真的听到非常多人不想来台湾 是因为我在台湾上市 交易量也不高 所以我的股价就变得很便宜 那我不如去别的地方 我公司可以卖贵一点的地方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资本市场的问题 是吧 所以拜托两位尽快 好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议员咨询 下一位请王农庄委员咨询 两个报告 我们咨询到费鸿泰委员 我们休息十分钟 首先我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准备去 说农庄委员咨询 好 总统庄委员咨询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列席的官员 大家早安 主席麻烦我请主委跟我们部长 组庄跟部长了解 请主委跟徐部长 两位好 欢文你好 首先我有一个个人的问题 想要請教兩位 我很好奇 兩位是不是沒有私交 平常不太相往來 會不會 所以要見面的話就要大張旗鼓 會前的話要宣告 然後會後要發新聞稿 他沒有看到其他的首長有這樣子的情況 李主委當初在財政部 工作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他是我老同事也是老長官 所以就是說 為了已知紀念跟慶祝 所以會面要有這麼大的陣仗 就是說會前預告 然後會後發新聞稿 好我想 當然這是我個人好奇的部分 不曉得兩位 這不用回答 兩位以後見面的話 是不是通通都要比照這樣子的模式跟方式進行 這樣子好像 不太正常化 不是正常 不正常 是不太正常化 我想請教 我想大家都 剛剛很多委員都關心 你們在上個禮拜五所談的這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有關於當沖的證券交易優惠 第二個是鼓勵所得的稅制能夠檢討 那我想請教主委 一個基本的問題 就是說 投資人 為什麼做當沖 基於什麼樣子的原因跟目的 所以才會做當沖 是什麼原因 為了避險 避險 只有避險嗎 那當然是希望 獲利 獲利 這樣子的 就是說當沖的 就是說獲利 有沒有投機的性質在裡面 兩個應該不衝突 不衝突 所以 在這裡面的話 所以您認為就是說 這是一個避險的方式 而不是 好那我再請教 誰能夠做當沖 所有的投資人 開戶就可以做當沖 沒有 照現在我們的估計 大概只有10%的人 在做當沖 好 這10%的人 是什麼樣子的人 我說可以做當沖 跟有做當沖 這是不一樣 您剛剛講的應該是 有在做當沖 對 對不對 那可以做當沖的 是什麼樣子的人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 局長來示範一下 可以 請 請盡快 報告委員 我們現在開當沖戶的規定 就是他如果 具備開信用交易戶資格的 投資人 他就可以開當沖戶 那開信用交易戶就是 他必須要有 開戶滿一定時間 然後累積的交易 有一定的金額 好 簡單這樣子講好不好 就是說 可以 申請信用交易資格 然後 他要利用融資買進 然後融券賣出的方式 來進行 所以他有一定的 就是說條件 跟門檻 好 那 簡單的講 就是說他要有一定程度的信用 有好的就是說信用 才可以做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不一定是 每一個人都可以把它拿來當避險 的工具 簡單的來講 就是說 在投資人裡面他相對優勢 然後所謂信用良好 就是資金 相當的 有相當程度的 的資金 那我想 我想請問 就是說 呃 主委 做 我們 就是說當沖 還要提供他 在交稅上面的優惠 他到底 一個是對我們的股市有什麼幫助 對我們的上市公司有什麼樣子的幫助 因為現在的當沖 這個稅是千萬之三嘛 那跟 呃 我們鄰近一些國家 我們很多 就是照您所預期的 我們從10% 增加到30% 對於我們的投資市場 對於我們上市公司 來講 更多的人做當沖 對他來講 會不會有幫助 因為這個我們事先有經過調查 大家對什麼救股市 呃 救股市 救成交量 但是對於健全我們的資本市場有沒有幫助 當然有幫助 怎麼樣的幫助 這樣的話 他們募資就會比 當日買賣 就 募資會更 更好 對 會嗎 可以啊 可以啊 主委你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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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太有信心啊 然後也 也沒有講為什麼 他可以活絡市場啊 可是你的感覺 促進流動性 促進流動性 活絡市場 對 好 那然後這樣子的 市的成交量 是虛的還是實的 當然是 算是虛的 虛的 對 你很誠實啊 虛的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 這樣子的情況是一個虛的 對於結果 會有實的幫助 會有幫助 量 起碼可以 就是量 可以提振這個投資的性 好 那在這裡面的話 假設我們對於市場沒有幫助 然後對上市公司 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其實他當中 然後就是說 也沒有幫助的話 我要請教部長 對我們的稅收會不會有幫助 稅收這部分 第一個 你剛剛減稅一場 那當然 稅收節率會減少 然後呢 你當沖的交易量 整個 跟原來交易量多的時候 那才會 卡不過去啊 部長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 主委來跟您游稅 或者跟您討論 要對於當沖的這個部分的話 調降 證交稅 那在這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 他有提出來 稅市支出的評估嗎 目前 他有 有一個明確的數字 希望降多少 還是全部都不一樣 他這部分他是有提出來 不過我是認為 我們做一個評估 不是只有單向的建議而已 我們考慮的一個多多方面的 金管會提出來的 條件跟標準是什麼 他瞞天要價 你就地還錢 的結果是什麼 沒有 你不是說有嗎 他有提出一個 有一個期待 對 他希望降低會千分之一 那這一部分 我想 我們當場 並沒有表示說 降低到千分之一 造成的 就是說 會 然後 當沖 增加百分之二十 從十變成三十 這樣子的結果 我們的稅收會減少 還是會增加 因為假如 你量還沒有到那個地步的時候 那稅當然是減少三四十億 對 部長我想請教 在國外 有科增證交稅的國家裡面 有沒有單就當沖 做差別稅率 目前我們收集到的 從網站收集到資料裡面 目前還沒有收集到 這方面的資訊 目前還沒有 對 那所以就是說 他所有的影響 可能的就是說 的狀況都只有靠我們自己 來做推估 來做評估 對不對 對 好 那 另外的的話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大概 不考慮的就是說 以建額課增 好 進額的這個部分的話 是 是所得的概念 您同不同意 比較像所得概念 因為它 兩個 兩個 就是說買進跟賣出 兩個先相抵 所以如果我們 課 如果我們課 證券交易所得稅 這個部分就可以考慮 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 沒有課 證所稅 我們只有證交稅 對 那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目前完全按照賣出的金額 來課稅 好 那我再進一步的請教 你們在討論的 就是說這個部分 有關於鼓勵所得 這個部分的檢討 在各類 就是說 在這裡面就是說 檢討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請教部長 這裡面 鼓勵所得的檢討 它事實上涉及 我們在各類所得 尤其包含薪資所得 跟資本利得 之間的考量 還有就是說 你們在講的 內外資的稅付橫平 還有就是說 兩稅 盈利事業所得稅 跟綜合所得稅 就是說稅制調整 這些結構面的問題 要一併的來考量 對 因為所以說牽涉比較大一點 所以說我們就是 當初就是 這裡面我們在講 就是說我們內資國利所得 並入綜合所得稅科稅 採用累計稅率 從5%到45% 對 但是我們有兩稅合一減半 對 的減 從103年的資料裡面 我們看到 就是說整體內資 鼓勵所得的有效稅率 事實上只有19.18% 19.18% 其實還不到20% 是 比外資還少 那外資的這個部分 它除了在我們 國家負擔20%之外的話 它回它的母國 這個外資回它母國的話 要不要負擔它母國的 就是說稅付 要喔 假如差而不夠的話 它還要補足啊 還要補足 所以到底誰比誰差 我們是不是要調高外資 所以我們 就是說 我想請問就是說 所以我們李主委 來拜訪您的時候 他建議的是不是 就是說外資的這個部分 負擔要增加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這部分是 它是對於 他希望調降 我們本國人的 內資的鼓勵所得 還是希望調高外資 的鼓勵所得 然後來達到 就是說平衡 那這部分 它的具體性 應該是說 對我們國內的 內資的部分的 鼓勵所得 應該有所調整 應該要再調降 對 主委 從我剛剛跟部長的 討論裡面的話 您是不是還認為 我們在這個部分的話 內資的鼓勵所得 應該調降 這個我們有把一個建議 叫做 分禮分幾克稅 我想 主委好好考慮一下 就是說在前的 就是說情況 然後在整個稅付不公 等等的就是說 情況跟前提底下 等的話 您所期待的 這兩個建議 我們是不是 就是說應該 或者是值得進行 希望就是說 兩位首長 能夠好好的來做考量 好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請 邱太元委員諮詢 主席 可不可以有請 主委 主委請 主委不好意思 主委你好 請問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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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現階段 我們台灣的保險業 發展的狀況如何 保險區 基本上應該不錯 不錯 我們的確是這樣 主委講得很對 我們台灣的保險 滲透度 幾乎接近20% 應該算全球排行第一 可是我們保險局非常努力 在幫忙 現在這一段 台灣的投保率 大概 234.16% 換年之下一個人 大概有2.4個保單 但是呢 我還是要請教主委或局長 台灣的保險 發展這麼蓬勃 但是民眾的保險 足夠嗎 當然這個 就是個人的需求 還有自己的財力 才能做評估 是 好 謝謝主委 那我們來談一下 可能 國人最重要的 面對的一個課題 那請 不曉得主委 知不知道我們國人 死亡率排行第一的是 哪一種疾病 癌症 應該是癌症嘛 癌症已經產年 34年的冠軍 那我們可以由那個 保發展中心 於105年9月的統計 可以看到 台灣的 商業癌症保險 有限保單 是1535萬件 平均 保額 額度是52萬 不曉得這樣的事 我們主委這邊覺得滿意嗎 當然啦 這個主要 這個通常是透過 一般商業保險 來做的 但是我們考慮到 可能有人 也會有更重要的 臨時的需要 所以我們也有提倡 這個危險保險 好 謝謝 因為最近一些 也非常謝謝 常常我的辦公室 都有一些 保險的刊物 那我看這個癌症的保險 還蠻多的 集辦各種座談會 大家也關心這一塊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有2.4個保單 可是平均每一個 只要0.66張 其實看起來是比較少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一下 國人的癌症的問題 那麼我們看那個統計表 那個 耗化力的一個大腸癌好了 即使說健保有幾副 其實這個面對健保 也是非常頭痛 我們醫療界如果去談健保這件事情的時候 最怕的就是有新藥進來 因為一個新藥就會耗掉很多健保的經費 那麼就會把醫療的費用 這將典質降低非常明顯 所以 所有派出去的一些代表 天人交戰 因為 他面對一個新的藥 當然可以想像 他還是有相當 可能性來治癒或治好的一個病人 可是這個藥物一進來 大概整個醫療費用就會暴漲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希望相關的單位 能夠來思考怎麼樣解決這樣一個問題 這是指引人性化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一下大長海如果一年 就是說智慧的 即使健保有部分給付 每個月大概常常要智慧18萬 我們現在的家庭可以承擔這樣的負擔嗎 很不幸的我們看到很多醫院 可以看到很多癌症的病人 其實很多都是家庭狀況不太好的 可能他的生活習慣是不是需要檢討 但是總是會罹患癌症的 很多在收入比較中下階層的 是比比皆是 可以負擔一個月智慧18萬嗎 這個算是一個不清的負擔 所以我們在 因為本席行醫多年 看到悲慘的故事很多 這是都是事實的 姐姐為了弟弟的醫藥費 然後很貴的費 可能他就要離開一個工作 去賺比較多收入比較多的行業 我想這個部分是 可能是我們社會的一個潛在的悲哀 悲劇 我想這個部分大家都要來關心 好 那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保險局這個部分 有沒有針對癌症保險這個部分 有沒有新的一個想法 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是 跟委員報告 因為癌症也是算一個重大傷病 所以與關重大傷病的保險 其實我們對於目前有幾類 像癌症或是急性心肌梗塞 這些病我們大概就是有分級來給付 所以這部分應該可以針對不同的狀況 來提供不同的一個重大疾病的保險 因為癌症越來越多 所以我建議保險局應該多去了解 這個癌症相關的保險 它是不是能夠真正來符合民眾的需求 我們再怎麼努力看起來 癌症還是一直提升 因為癌症死亡率的 從可能二十年前的 一年三萬五千個 現在可能五萬個 很難抗拒這樣的一個趨勢 那這中間每一個家庭都是充滿的悲劇 如果再加上經濟情況不好的話 那恐怕 那個是必須社會來給予關懷來分擔風險 那保險保險的一個制度 應該是要來鼓勵來關懷這樣的一個 可能生病的團體 是不是 是 跟委員報告 除了剛剛講說 我們重大傷病有分 輕度重度分級級付之外 可不可以大聲一點 不好意思 對 我們 除了剛剛所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目前的重大傷病的保險 有分級級付有輕度重度之外 剛剛委員所提的這部分 我們在食物級付部門 也有長期照顧 護理等等 所以未來呢 其實在這一塊的部分 其實可以結合我們的這個居家照護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來舒緩這部分的一個壓力 好 謝謝 這個其實也是我未來 接下來要請教的啦 那當然我也 我真的是很強烈的建議 保險局一定要去了解 各個商品 真的有沒有符合現在疾病的需求 那是不是能夠真的分擔風險 這個部分我希望未來 我們可以再繼續來討論 是 我們要跟業界跟醫界這邊來多請教 好 那 那我還是要請教主委 主委有沒有聽過互助的保險 就是你講外異型的吧 好 我想我們身邊的人都很多人 一不小心就被拒保 好 從此大概很難再入保險這個體系 好 那我們 可是我們身邊的人有多少人是有V型肝連 C型肝連 甚至血壓有點高 好 可能因為工作的關係 血糖有點高 這樣子可能都會列為被聚保體 好 那現在可以看到 市面上就有一種叫互助保險 這個是合法和規定嗎 有沒有經過貴會或者是貴局的審查 演繹過 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保險法規定 非保險業是不能經營保險業務的 那在去年之前呢 我們還有一個 也不能經營類似的保險 那所以這個之前有一些 所謂老人養生互助會的這部分 是不是涉及到類似的保險 經營類似的保險 事實上我們都有 因為那個是刑事的責任 所以我們也移送檢調機關來偵查 所以這部分我們還是要提醒說 目前雖然把類似保險刪除掉了 但是非保險業還是不能經營保險 所以這個都是刑事責任 所以這部分 非常謝謝 我想政府機關有義務 來對民眾 尤其是弱勢的團體 給予關懷 我想這些生病的人 然後比較多問題的人 卻不能保險 然後他又要去投入一個 違法的不合規定的保險 我剛剛走過來的路上 一個大姐丟一張紙 再傳單 我以為是在廣告中 原來是廣告保險 然後後面都提到說 這個明年就停止了 要趕快買 我想這樣的 很多民眾就是這樣一個 不知道正確的訊息 所以我未來還是希望 我知道保險局的 預算不多 人臉也不多 但是怎麼樣運用商業的一個 一個力量 讓整個受險業方面能夠 相關保險的能夠發揮它的能量 來做正確的教育 那最後還是要期待就是說 不管剛剛提的 你提的包括居家的醫療 居家照顧 癌症的這個部分 都是未來我們聯金改革 還有長照2.0要發展的更好當中 一個很好的基礎 如果長照2.0如果要成功 就是要全民總動員 我想保險的一個制度 應該是要加入來幫忙 不曉得主委你覺得怎麼樣 這個就是我們要推聯金保險 或是長照保險 未來還是希望保險這個制度 能夠幫忙我們的整個 老有所中又有所養 老人可以得到一個醫療好的照顧 也不一定老人 也許生病的人能夠安養在家中 那家屬安心的話 小孩子就會可以養育得更好 我想能夠達到大同的世界 那就拜託了謝謝 謝謝 好 謝謝邱委員 下一位請費鴻太委員之選 請 好 謝謝主席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主席幫我請一下兩位首長 兩位首長請 許部長跟李主委 會員你好 部長主委好 先講今天你們這個法案 基本上我支持 所以我今天就這個時段 我就不問這個題目了 剛才大家都關心股市了 關心股市 當然股市是經濟的櫥窗 當然要投下多月的心股 但股市啊 大家都現在都在談些小細節了 剛才王龍山委員給我講一個話 也有點哲理 我不能講說全部有哲理 他說政府無能的時候 只會談減稅 這個對四分之三 對四分之三 不能說全對的 但是基本上四分三就 就過了 就還是大多數 因為你要股市整個經濟動能 剛才這個李主委提到 這個還是牽涉到產業 現在全球 我們講台灣不好的同事 但我們要看看全球 全球也確實都不好 全球的股市啊 的動能也確實都不好 包括我們亞洲的地區 包括香港大陸 韓國也都不好 但是基本上產業 產業可以讓動能提升 這絕對對的 舉例啊 在十年前 通過了這個生計條例 一下子那個鋪啊 它的動能就增加了 我不是講生計條例好 生計條例至少 它帶動了一個新的東西 帶動了一個新的東西 帶動了一個新的東西 那主委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我們有沒有什麼 新的動能產生 剛才講過還是這個 沒有啦 還是沒有嘛 有啦 因為這先是到政策面的東西 一個政策面要形成 要橫租的條件很多 而且要下達要產業調整 也不是金管會 也不是財政部的這個職責 或者是你們的 你們可以使得上太多力的地方 那我們還是回過頭 因為那個才是真正動能的 發動機啦 所以發 股市雖然歸你們的業務管 可是發動機並不在你們這裡 那剩下就是從稅的角度上 那也確實也是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 不是主力的動能 但是也是一種動能 今天我仔細聽了 曾明中委員跟賴斯堡委員講 說當衝啦 再請教兩位 好 再請了 先不回答 我把描述完 當衝你們兩個談了半天 好像要從千分之三 調到千分之一 剛才我聽到 部長講說 當衝啊 只佔了量能裡面的十分之一 但是你知道美國佔多少嗎 美國佔40%以上 40%以上 40%到50%之間 大概是多少 精確 我不是那麼清楚 這40%以上 所以說 他們如果說你們決定 從千分之三 降到千分之一的時候 你認為只會有千分 只會有百分之十的當衝嗎 我先請教一下李主委 應該會增加啦 最少假使保守的話 能衝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那我們是希望 應該不只啦 我們是希望能到百分之三十 我的看法也很類似 許部長 你同意我的看法嗎 當然啦 我們假如 交易稅減降低的話 量會增加 只是要增加多少 我現在因為 我們是預估嗎 預估啊 基本上 財政部大概都是看以前的資料啦 對對對 這個也對 財政部都是看過去的資料 金管會相對的看比較前瞻性 但是我是覺得 股市現在不好啦 它動能不好啦 當然要看未來啦 所以我是覺得啦 如果說你們確定 當衝確實對未來 對未來 是有幫助的話 你不做 你不做 你的稅就是千分之三 你說並不會減稅啊 不是減稅 減稅並沒有減啦 Total啦 Total並沒有減嘛 那為什麼不趕快去做一個決定呢 兩位我請教一下 為什麼不趕快去做一個決定呢 好 我們有評估喔 假使說這個 確實是說 由千分之三降到千分之一的話 那個每個月減少的稅收 大概是兩億到五億 你做每個月什麼 那個減少的這個 減少 稅收 你不能講說減少 但是 但是另外一個數字 你如果說你不做這個東西 你的量能就是不會增加 當衝的數字不會增加嘛 對不對 但是因為你做了這個事情 以後 它的量能增加 我從Total among來講 這個 他的稅反而是增加的 他只要能 你不能講說他稅沒有增 因為舉例 我現在當中是10% 我當中變成30% 我增加這20% 至少多了1%的 千分之一的稅 我更會 要從這個角度來看 就是下面我想講的 只要能充到50億以上 這個損失的稅 所以 我不太懂你們的邏輯 很多這個事情牽涉到 接下來我要講 許部長講說明年5月份 可能會提整個的稅改 這個當中在稅改裡面 不是一個題目 不是一個題目 即使是題目也是個小題目 我再猜了 剩下許部長 你們你剛才在想 明年5月份要把 營所中所 還有包括兩歲和一樣 三個和諧來談 對 我就剛才在仔細啊 回想啊 林權這個 從去年 在競選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大概對 這三個東西啊 有什麼看法 我大概提出三個方向 你來參考一下 因為最後做決策 雖然你們提出來 最後做決策是 林權那邊 你同不同意 同意 因為一定要透過行政院 才可以送到立法院 因為那邊是管政策的 你們是管 實行層面的了 我觀察林權 觀察林權 第一個 我想講出三樣 第一個 他覺得中所稅裡面的 45% 那個稅率啊 那個急距啊 那個稅率太高 他要把那個降下來 我 我這樣子猜了 因為 我很久沒跟他見面了 我是猜的 你同不同意 假如 你只要想同意不同意就好了 你跟世界國家來比較 我們中 我們不要 因為這是連動性的東西 我不要 我們不是只 focus 在這個東西 是是 第二個 我覺得 他認為 他認為 雲所稅啊 太低 你同不同意 你 17%真的是有點偏低 我目前都 都猜對了 第三個 兩歲合一的 取消 在張生合的時候 只是減半取消 他有意見 你同不同意 他是 當然啦 減半是朝了那個 進一步了 不過全世界目前啊 已經兩歲合一 大概已經幾乎沒有這樣子 大部分是才 部分免稅或是 這三個 這三項 是你的歲改裡面 我跟你講啊 這三個 這三個 是主要的部分 其他的 你當中都是小東西啦 我跟你講 我猜到這三個 明年你看看 五月份拿出來的版本 就是這個樣子啦 我也不會講的 差別差別 因為我 我不要把我自己的情緒 擺在裡面 我觀察他講的嘛 我觀察他講的 大概就是這 這三個 剩下 調來調去 睡不能減少 又覺得比較公平 大概 原則是這樣的 所以你們歲改 做了那麼多的研究 其實啊 你來問問我 我告訴你一天 把你弄完了 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啊 五月份太長了 為什麼呢 明年五月份做 要過 可能要到 明年 第二會期 然後執行 是 後年一月一號 哇 那個時間 又多很長了 這個細節不談 回過頭來講 當沖的事情 兩位首長 其實當沖這個題目 这根本是不会摆在里面 第二个当中 你觉得是碎损两亿三亿 那是说当我的量以后 我说这个部分 从千分之三变成千分之一 但是如果你不做这个事情 那个量不会到到达那个地步 你两位听懂我讲的这个逻辑 那么一点小小的事情 两位首长谈了 社会期待看了那么久 结果答案还是停留在原地 你们会让社会大众 做不做随便你们 会让社会大众有一个感觉 一个感觉 太保守了 保守到整个政府动不起来 还是一滩死水 还在原地踏步 两位想想看 想想我今天跟你们说 说谈的这些事情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我们休息十分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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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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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收到的錢就很少 以至於造成這個存亂比 我們是偏高的 抱歉主委 我問一個問題 耽擱時間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現在是因為台灣現在超額儲蓄 這個爛頭寸出不去 你去中國 那你不管是中國或其他任何一個國家 公平對待來看 在那邊要有獲利 你有獲利 這裡總行拆借金額過去分行那邊 也許大家還能接受 你去那邊賠錢 你去那邊賠錢的一個狀況之下 你還允許這樣的一個拆借 這本息就搞不懂 你了解我意思 如果去那邊沒有虧損有盈利 你說那邊收不到存款 但是我們放款要做生意 我還會同意你 去那邊盡利是付的 付的是什麼意思 我們關股如果在那邊付 不只是股民的損失 這是全體國民國庫的損失 這樣 而且你都沒有去做金檢 這個我要求你要積極作為 財政部你的關股銀行你要管好 我想跟委員報告 這一部分我們會來加強 另外我報告一個數據 在103年度 禁止的部分 曝選率是0.68 但是我們今年 經過改善以後 變成0.51而已 你那個曝選是以台灣總行來看 還是說在中國的台灣的分行來看 在那邊的封行的曝選 在那邊的封行的曝選 曝選是一件事 但是我跟你講 那邊沒有賺到錢也是一件事 這邊還不斷的把資金拆解過去 還是要注意啦 不要一直講負賢 我們再詳細跟蔣文報告好了 好 謝謝 謝謝 洗乾營 $1,2 您還錄了 謝謝 這期間 有一句話 聽ka 就是 我在 Google 核心 吃 昨日 雷 我 你們 看到 國內的金融市場 整個交易市場 不斷的萎縮 面對這樣的情況 財政部長 徐部長也在這邊 那你曾經說過 這個證交稅有調降的空間 第二個 兩稅合一扣底減半 你也覺得應該要來找一個救援課角 或者是把它恢復到以前的權額扣角 那不曉得你有沒有跟徐部長 有沒有講過這件事情 那你們兩邊財經首長 現在方向有沒有一致 那對於整個稅率的改革 還給整個市場 一片比較欣欣向榮的情況 什麼時候會開始 不曉得兩位首長有沒有談過 其實我們兩位上個禮拜五見面的時候 我們事先是 由金管瑞找各方面的業者來會談 那他們提出意見以後 我們再來加以綜合整理 那就談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鼓勵給手得稅的問題 這一部分我們也知道這個牽涉到的問題非常多 是整個手得稅制 當然包括個人手得 還有盈利事業手得的問題 還有包括兩稅合一的問題 更牽涉到內資外資 這個待遇不一樣的問題 所以這一部分財政部是 少就有委託學者專家做一個研究 大概整個研究的過程到5月就會有結果 所以他就把我們金管會整理的建議 一併送交給這些接受委託的學者來做評估 這一部分我們完全尊重財政部的做法 在你的立場來看 你是覺得你比較積極的作為 還是守住待兔 慢慢來 慢慢等 不會 當然我們兩個都應該算很積極 另外一個就是當中的事情 當中的事情我們這一次跟財政部談的結果 其實是比我們以前想像的好得多 財政部他也很重視這件事情 而且他們認為這一件事情 不必跟剛才那個通案研究的問題扯在一起 他們願意 因為不管以後要怎麼做 要怎麼修 這個都牽涉到修法的問題 那修法的問題我們就是 還有一段這個行政作業要做 所以不能說當下就馬上有答案 所以應該怎麼講 主委 那你的說法是說 等財政部四五月的時候開始再開會 沒有沒有 這部分財政部同意提前 願意提前啦 大概提早有多少 這個要看 主委 主席可不可以請部長也一起 看我們座位 請許部長 因為我算了一下喔 你說要立法要修法等等 那這次的會期大概1月27是除夕啊 大概我們大概1月初就結束了 結束下個會期2月1號開始 再報到 再選招委等等 那搞到完可能都已經到5 6月了啊 5 6月然後再來6 7 再來修法 再討論 那已經又過了快半年多了 我想 我想跟委員報告 鼓勵課稅啦 因為牽涉不是鼓勵所得而已 還牽涉其他所得 另外還有呢 我們整個兩稅合一的制度 應該何去何從 這個我們要決定 另外 內資外資的問題 確實目前是不太一致的 另外還有 引力搜索的稅率 跟綜合搜稅率 我們要一併檢討 所以這是比較大的一個工程啊 所以這些條件這些檢討 都是等半年以後才會端上台面 5月就一定會提出草案出來 5月提出來以後 你還經過立法院的這個審查 你要經過大會 大會以後還排入委員會 委員會來討論 弄到完大概都已經明年大概有 有事大概可能8月多了 不會不會 我想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 因為鼓勵課稅 是一個年度所得的概念 所以一定要年度開始來施行嘛 現在啊 台灣的整個股市啊 量能急縮啊 我看到 在1700多檔的這個股票裡面啊 有一天啊 看了一下 成交量10張的以下 大概200多檔啊 有的成交一天一張啊 我想請問李主委 你覺得這樣子正常嗎 你這樣覺得滿意嗎 確實是不正常 不過這整個大經濟環境的問題 那現在一個 這些所以都沒有動 就是現在 投資者把這個股票證券化了 把它當作一個證券來投資 然後長期的擺在那邊 所以就造成它的流動量 周轉率就很低 我覺得這聽起來都是一些不利的因素啊 全部加助於整個資本市場 包括 許部長文長請教一下 你的移證稅 從10%漲到20% 什麼時候會開始實施 這部分 因為 一定要大院通過以後 才可能實施 那因為這部分 我們當初提的 行政院提出來的 是 10%提高到20% 這一段 這一段 稅收啊 是要 支應長照基金的 對 這什麼時候會開始實施 那一定要立法院通過以後 才可以 你預計呢 你的 手上的一個 計劃時間大概是什麼時候 我想最快的是明年 都是明年嘛 對 因為我們 這個 這個案子我們還沒有審啊 是 所以你等到明年了以後 有很多的資金都在看啊 你從 10% 要漲到20% 新加坡有沒有移證稅 沒有錯 但是有很多 新加坡沒有嘛 那香港有沒有移證稅 對 沒有 但是也很多 所以你變成這些資金 跑出去以後 它就不回來了 像日本韓國都有啊 台灣到日本要 到日本本來就很困難啊 而且韓文 台灣懂韓文的也不多啊 新加坡中文都能通啊 香港也都能通啊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很多的移民潮出現啊 那個現在外面辦那個什麼移民的這個說明會 人潮滾滾啊 海外自產投資啊 我覺得現在政府的作為 反而是把台灣 台灣所有的這個資本結構 這些企業主 一一把他趕出去嘛 我們看到 深圳的部分 深港通 今天已經開始了 那我想請教一下 李主委 深港通 開始推動了以後 會不會造成資金持續的效果 預估對台股的影響會有多少 多少的資金會流到大陸去 會流到香港去 主委有沒有做過這樣的評估 因為今天才開始 所以我們要 要再繼續觀察 但是從過去的經驗 過去經驗他們這個 赴港通 也就是上海和香港通的時候 它影響到我們的資金流向 大概每天平均只有3億元左右 那這個數字看起來 比例並不高 而且可以在我們掌控之下 那現在的這個 港 港富通 不是 深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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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港通的規模 其實並沒有港富通 哪樣來得 比它還小 所以我們預估 應該這個 它影響的層面會比較小 更可以加以控制的 我告訴主委 大概在20年前的時候 台灣的整個資本市場的成交量 是高於香港的 結果 我們如果都用親膚的態度 來看這件事情 覺得沒關係啊 不重要啊 影響不大 慢慢慢慢 我們整個持消 持長比消 我們不斷的消失 不斷的萎縮了以後 你才會驚覺啊 台灣現在整個市場的成交量 跟香港 跟 互港通 包括深港通加起來 我們不斷的萎縮啊 主委 你知道香港他們現在 一天的成交量是多少 這個我要再查一下 要了解一下 那個都是我們好幾倍啊 資金都已經 在不了解的情況之下 都已經跑掉了 我很擔心啊 明年的MSCI 在納入A股 為它的這個全值股了以後 很多錢 更大數 加速的這個 跑到香港去 我們會 我們有任何的措施嗎 我們會重視 而且密切的觀察 但不會說因為 我認為影響會比上一次小 就 就 輕忽它 請兩位首長注意一件事情啊 這個 實際的數字會說話 我們看到 國內很多的浩子啊 現在不斷的裁員 不斷的關廠 關店 這些都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警訊 如果我們一直還覺得說 影響不大 那 這些失業潮 沒有工作的時候 上街頭的時候 那才是 真正 要救都來不及了 好 謝謝 那我另外請教一下 那個 官務署喔 有關財政部的這個部分 核災的食品啊 我們現在 外傳說已經都 跑到7-11 包括 有 福島的這個產品 還有 群馬 還有 附近 千葉 的一些縣市的這個 地區 核災的物品 都已經 流到台灣來了 不曉得 廖署長 現在 你們掌控的情況是怎麼樣 如果 有從日本進來的核災食品 你們 標準的這個處理程序是怎麼樣 或者現在已經招架不住 進來都沒有辦法搜查 都沒有辦法把關 報告委員 那個 日本食品的進口 是 安全的問題 是由那個 食鑰匙來負責 那他們檢驗合格之後 海關才會平以放行 現在 從福島進來的 你們數據應該有統計吧 你們是第一關擋在那個地方啊 有沒有報稅的 這個 這些食品 都是會 我們會資料傳給這個 食鑰匙 所以食鑰匙都有在掌控中 現在 目前台灣有沒有核災的食品 流入 國內的市場 這個可能要問署管機關 就是食鑰匙啊 因為我們海關是憑它 合格之後 通知我們 我們才放行 不合格的 我們就是退運銷毀 你說那個署是 有多少人在把關 食鑰匙在基隆地區的話 那天 上禮拜四 他們是提出來 是說22人 那署長 你覺得22個人 有辦法做好 把關的工作 難保這些核災的食品 不會流入台灣 因為這個是食鑰匙這邊 我可能沒有辦法 來幫他打 是 那他進來有報稅啊 從這個核災區的部分 進來的部分 有跟你們報稅的 有幾件 有多少的量 大概是什麼樣的食品 就是說會到 我們這邊來課稅的 剛剛講就是說 他是合格的 我們才會課稅嘛 有沒有餘木混租的 他講合格 你能保證 百分之百都合格嗎 應該是他們 我們有經過嚴謹的來檢驗 我想應該是 告訴我們 海關合格 我才會 來課稅放行 那如果他不合格 進來了以後 你們怎麼樣來處置 不合格的話 他通知我們 我們就會通知 這個貨物要推運銷毀這樣 好 那截至目前為止 有沒有發現不合格的食品 應該不多 都沒有嗎 一件都沒有 應該是沒有啦 去年不是說了好有好幾件 沒有 好像是沒有 你回去再查一下 謝謝 詳細再跟羅員報告 報告委員會 我們今天中午不休息 會議繼續進行到本日議程 全部處理結束為止 那麼有報告委員會 我們登記委員都發言完畢 那現在林特務委員他剛跳過 最後我們再請他發言一分鐘 來請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是不是請那個許部長跟李主委 許部長跟李主委請 林委員好 部長你好 部長我請教 因為前一陣子 您已經在立法院表示說 不贊成台心金來併張營 那請問行政院或總統 五方面是否有對 張營這個案下達任何的指示 有沒有 沒有 到目前的都沒有 好那張營在財政部 取得經營權後 這個 可以說 經營狀況很好 對 過例大概今年大概 估計了至少一百億以上 請問部長 你對於 先前在立法院說 如果金管會同意 台心金加碼收購張營 若價格適合的話 公股行股也可以買 那是我需要 報警行政院同意 需不需要 應該不需要吧 不需要 這個金管會這部分 當然 因為牽涉到金融監禮 他 那財政部可以決定嗎 沒有 沒有 這個 台心金要買這個 一定要經過金管會的同意 才行 那個 李主委你的看法呢 因為 台 台心 和這個財政部 是彰化銀行的兩個大股東 那我們的原則是 希望這兩個大股東 事前協調一致的意見 那要是說價格不好的時候 財政部就不會進場 這個購買嗎 會不會 那個部長 假如金額 假如當然 我想 任何金融事業 他考慮 當然會考慮價格的問題 因為價格不好 他不需要買 要是說 他還有很多 不加碼是否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捍衛我們公股的權益 部長 是 我想那個本身 財政部本身不會去買這個東西 大概應該是公股金融事業 基於他公司自離 有這個需要 他對於公司獲利好的話 他才會去處理 部長 因為張營又要即將改選 那張營董監改選大戰也即將再起 那請問經管會李主委 如果台心金打算加碼收購張營的股權 那最晚何時要向經管會來申請 李主委 我還是說他跟財政部要事先協調好 怎麼樣 他跟財政部要事先協調好 要事先協調好 要事先協調好 是 那要是如果文件資料都沒有問題 那經管會需要這個多少的工作天來審查 這個看案子 假使說他跟財政部已經協調好 那事情就比較單純 就沒有問題很單純 是 那要是沒有協調好 沒有協調好 我們希望他們就協調好 就希望怎麼樣 他們再繼續協調 繼續協調 不可以交到可以就對了 這個總是可以談出結果 那個部長 我想因為每一年 只要董監事改選的時候 我想因為台信金跟張營 這個可以說也相當長一段時間 就拉來扯去 那其實幾乎都一幕又一幕 每一年都如此 那部長你有什麼看法 當然啦 假如能夠大家 能夠共鴻協調 一個出 一個共識來 當然是最好 那要是沒有共識的話 最後就是 要怎麼主導 陳如剛剛 李主委所講的就是 不行的話再喬 不行的話再喬 那個李主委 台信金之前想要與張營合併 那張化銀行這些工會啊 其實是反對合併的 那員工生怕整病以後被裁員 尤其是 這次像這個護行航空 無預警的宣布解散 解散以後 有一千多 一千七百多位的員工 馬上就失業 那讓人無法應應 那未來政府基於行政一體 那同意讓台信金與張營合併 政府要如何來保障 這些張營的員工他們的工作權 我想員工的保障 本來就有規定的機制在那邊 那就照規定來辦理 就是依規定 那你要是說 今天要是讓這個台信金併走 那他要是這個沒有依這個規定 像走到這個 復興航空這樣的一條路 你認為會變成怎麼樣 我想他目前 目前應該只是一個股權的增加 並沒有說要把誰併走的問題 那個 其實齁 那個 部長 剛剛齁 包括那個羅明財羅委員 他所提的 現在就是我們那個官務署啊 因為大家一直認為說這一段時間 因為胡島周邊這些 有輻射餘力的這些食品 進到台灣來 量體還滿大的 大家都真的很擔心 而且齁 你像網路進來也沒有控管的機制 那你說很多這些貿易商 甚至於貼標籤就進來了 假借用日本的名義 實際上可能都胡島周邊這些食品 那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對我想這部分 因為我們主管機關 這個衛福部 食藥署啊 這方面一定會列管 上次我們才會會特別 也到基隆關去考察嘛 那這部分食藥署也特別做一個報告 那因此我想 食藥署一定會很重視這個事情 因為齁 它那個裡面其實你們用手動的那個齁 大概只有抽檢而已啦 那你說大型的那一部 就是美國送給我們那一部 專門檢測輻射那一部齁 其實我所了解 裡面現在這些還都是 有一些故障有問題啊 並不是我們想的那麼單純 那其實這個是跟食藍有關係 跟大家吃的病從口入啊 健康息息相關 我認為站在財政部的立場 在這個輻射的檢測齁 應該要去加強 那甚至於齁 這些什麼網路購買等等 一定要有一套機制去杜絕 對 不能為所欲為 因為這個會破壞到我們 不是我們這一代 包括我們的子子孫孫都會影響到 但是我看到這個 現在的無良政府齁 一直想把這個福島周遭這些食品進來 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啊 我是希望說 我們要本著良心做事情 我們一定會配合衛福部 食藥署的管制好不好 因為假如不合格的部分 我們會稍微跟退院 因為你看現在不管超商啦 什麼賣場啦 一大堆都是有問題的 現在都要下架 甚至於說還要處罰 這個表示說很嚴重 我認為說在這方面 站在政府的立場 應該要有一套 好好監控的一個管制的立場 不要讓國人啊 人家不吃的 日本人不吃 平手我們要吃 這沒有道理的啊 對不對 我想 只要進來 包括我們那個江啟臣啊 這個 我們的書記長 他的 小朋友都吃到 而且吃了好幾個月 這些都是問題啊 所以說我希望 站在政府的立場 在這方面 應該好好的去控管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報告文會 今日登記發言的委員 全部尋找完畢 做如下的決定 第一 報告及尋找完畢 第二 委員如秀苑 所提的書面質詢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並請金管會財政部 以書面答覆 第三 委員執行會及答覆部分 請金管會財政部 於一個禮拜以內 順便答覆 委員執行中 要求提供的相關資料 也請在期限內 送交各相關的委員 那麼 報告委員會 我們現在 差不多12點 我們休息20分鐘 給大家吃個便當 吃完便當 我們繼續處理法案 法案處理完畢 我們開始 再念我們的預算 休息20分鐘 您可以確定 考測 更多 存在 20 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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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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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建订 建订 感谢观看 建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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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订 感谢观看 建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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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订